剧毒河豚鱼子为何成为餐桌美味 以前从来没有吃过河豚子也不敢吃 洋中百年河豚乃吃 如今又何创新吃法 小小河豚 给洋中带来怎样的特色民俗 看他的鱼都插起来 洋中河豚翘江南 《走遍中国》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河豚是一种海浆回游性的鱼类 在江苏浙江一带 人们也把它叫做弃骨鱼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河豚在自我防御的时候 身体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它会膨胀成一个圆球 同时全身的刺都会竖起来 这河豚虽然看上去是一种非常惹人喜爱的鱼 但是它体内却含有致命的毒素 这种毒素相当于氢化钠的1250倍 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只要有0.5毫克河豚的毒素 就能够致人于死地 河豚的血卵内脏还有眼睛都含有剧毒 而最毒的呢就是河豚的子 河豚虽然是有剧毒 但是味道却很鲜美 自古呢 就有拼死吃河豚的说法 您看这两道菜啊 生涮河豚肝 还有呢 河豚眼睁蛋 这都是出自杨中厨师之手 甚至连河豚最毒的这个部位 鱼子也做上了美味佳肴 那阳中民间呢 还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 河豚不毒阳中人 那么阳中人究竟有什么解毒的秘籍呢 这是一个实验 有人给小白鼠喂了一颗河豚鱼子 不到二十分钟 小白鼠竟然中毒身亡了 河豚生于长江而长于海中 每年春天到长江口产卵 河豚子含河豚毒素最高 仅二十五粒河豚子 就可以多人性命 小白鼠吃的鱼子正是河豚鱼子 阳中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东部 四面环水的阳中也被誉为河豚岛 每年有才华盛开的季节 正是河豚最肥美的世界 在阳中民间流传着一种风俗 叫阳春三月吃河豚 这时候的河豚体内的毒素也是最致命的 那这里的人为什么如此喜爱吃有毒的河豚呢 周长顺是长顺河豚馆的主厨 阳中人称他为河豚美食界的吸毒 据说是因为他是全世界中河豚毒次数最多的人 每天莫名来他家的食客就有一百多人 他们都是为了品尝一道菜而来 这个呢就是红沙河豚 我看样子您应该不是本地人啊 是从哪儿过来的 青岛 山东青岛过来 专程过来这家吃河豚鱼子的 对 因为今天只有这里有河豚鱼子 以前从来没有吃过河豚鱼子也不敢吃 但是在这里也没说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道红烧河豚鱼子是周长顺店里最受欢迎的菜品 周长顺为了研究如何去除河豚子的毒性 花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 最初就连家里的人都不敢吃 但有一位客人却非常大大 第一个敢吃的是什么 不是是奥地利的一个客人 他说你敢做我就敢吃 但是还是不敢吃 他说我先吃他才敢吃 吃完之后我们两个人就吃了一盆河豚鱼子 吃饭又赌上幸运 还是头一回在周长顺这儿听说 为了证明在他这儿吃饭的人都是有胆量的人 他拿出了一个万人签名簿 在民间流传着河豚不读洋中人的说法 但是在洋中河豚子也曾经是绝对的禁忌 不可食用 二十年前 洋中一户人家烧河豚 误食了河豚鱼子 结果造成一家六口四人中毒身亡 因为这一惨剧 周长顺决定开始河豚子的去毒研究 在我们再三请求下 周长顺答应带我们去看看他解毒的秘方 其实有一点点像瓶结一样 根筋 这是什么根呢 这是 什么根 你看下什么根 这是什么根 这儿这个就是去除河豚子毒的那个解药是吧 这是解河豚毒素的天然的植物的其中的一种 有点像参满山人参 这是老卢根 就是这个江边 是可以 但是它不是一种 解这个河豚毒素的有很多种 有二十几种 这是其中的一种根 这个卢根啊 它本身是有什么功效吗 它本身有 我们是说什么 说这个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启发 它上面的这个老卢根能近日解毒 受本草纲目内容的启发 周长顺找到了不同的中草药来配物 不同的草药 不同的用量 不同的浸泡时间 都会对去毒效果产生影响 但本草纲目中并没有具体解河豚毒的方法 周长顺为了找到解河豚子毒的方法 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亲自尝试 尝试过程中 他多次中毒 最严重的一次 竟然昏迷了三天三夜 那么周长顺貌似研制出的解河豚子毒的秘方 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都是现在在下来河豚子 你看这个河豚子 这个河豚子它跟一般鱼子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它外面有个具体鱼子的墨 像枪一样的把它裹起来 裹起来 枪糖你知道吗 枪糖是枪一裹起来 它这个很厚的 我们去取毒的时候 也是不要把这外面这层薄膜给去掉 不要去掉 你看到它是多么薄膜 很粗的 跟其他鱼子不一样 在这个地方 要建立它 那么我们把新菜菜取出来以后 要放到这个浴 要水里面 熬水要水里面 浸泡 两个小时 哦 就是把这个河豚子放在这里面浸泡 对 那这个我们 我面前的这个是什么呀 这里应该是中药 很浓的中药 我好像闻到了这里面 好像有黄芪的味道 这里面是什么 有几种 有蓝沙参 这个就是蓝沙参 这个是飘在上面 这是鱼心草 这个鱼心草 我知道 这是鱼心草 那你刚才看的这个 有黄芪 黄芪 还有什么呀 生姜的家 还有什么呀 还有我不能再告诉你 我 请你毕业了 我儿子都没讲 不告诉你 怎么可能全部告诉你呢 儿子你都没有教你 红烧河豚子 除了要将鱼籽浸泡在密制的中草药之中 还要加入草药汤 小火慢慢熬煮 直到河豚子完全变色 最后就是油温的掌控 油温必须要达到200度以上 经过反复交融 直到颜色变成金黄色 就可以上桌了 它这个河豚子 这个好像跟其他的鱼的子不一样 它不会散掉 据说有一粒就能致命了 如果说没解除的 这要二分五粒 这就白白了 再试试 你爸 没事吧 有没有感觉到舌根发麻的那种感觉 那你都会再吃 都吃完了 好吗 我可以吃了 在我的嘴里能感觉到 外面包着那个膜 它是被炸得很粗脆 而且它那个河豚子 在我的嘴里 它是发开的散开的 而且它就是脚痒下之后 就是满嘴生香的那种 在洋中 民间流传带快铜板 吃河豚的习俗 因为河豚饮毒 一旦赴宴吃河豚 带铜板的意思就表示 万一中毒要自己负责 但现在正是有了周长顺等人续毒的努力 河豚已经是洋中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一道菜了 每逢节庆 喜事 杨中当地也有 厌无河豚 不称厌的说法 一大早 孙雪珍就忙活起来 今天是农历二月初令 是他出嫁的女儿 第一次回娘家的日子 当地的习俗 称为回门 在这样大喜的日子里 餐桌上当然少不了河豚 为了办好回门宴 孙雪珍特意请来了 做民间河豚宴的高手 杨世健 就这边 杨师傅一般这个像这样子 都提前几天给您预定 杨世健 当地小有名气的民间河豚厨师 人家挺大的 今天人应该很多桌吧 说是几桌呀 与以往一样 上门办就习 杨世健都会自备一套工具 这大大小小的厨具 就有十几种 为什么杨世健制作河豚 要带这么多工具呢 对于这一点 他很自豪 因为这些工具 每一样都有用处 这可是他祖传 烧河豚的绝招 中午十二点 回门宴正式开始前 全家人要一起拜祭祖先 据说早在两千多年前 长江中下有一代的百姓 就已经形成吃河豚的习俗 杨中人吃河豚的历史 虽然只有几百年 但也形成了特有的民俗 那么用河豚鱼 这种鱼来祭祖 据说呢 在我们最早是在渔民当中 才用的 因为河豚鱼呢 是一个比较名贵的鱼种 用这样的名贵鱼祭祖 祭祖的军军和前层 因为河豚有毒 不同于别的鱼类 所以宴席上食用河豚 安全非常重要 杨世建筑团烧制民间河豚 这门手艺是从怎么用好烧鱼的工具开始的 核转的就是眼睛 核转的肝脏 核转的大脂血 还有核转的纸 这饰料都是非常有毒的 就是我们每次摘完 核转的以后 就是说 看看这饰料有没有缺少艺 如果缺少艺 必须把它找出来 防止这个 让其他人物色这种 这种有毒的东西对人身体不好 对 就是有专门的放这个的箱子 对 就特别规矩 对 这个是不是就是做河豚的一种规矩 就必须是这样子 对 这是我们老祖的 我们的师傅 师傅的师傅 必须要这样的 杨世建今天烧制的河豚 是民间宴席上必做的笋烧河豚 普通的食材与河豚搭配 更能体现出食材本身的味道 因为有不吃河豚腌制鱼之味 吃了河豚百鲜无味之说 所以河豚一定要最后一等上桌 而河豚一上 也就意味着宴会达到高潮 苏东坡不仅是一位大文豪 也是一位美食家 他有很多诗作都和美食有关 其中还有一首 竹外桃花三两只 春江水暖鸭仙芝 楼豪满地卢鸦短 正是河豚遇上食 就是赞美河豚的诗作 相传当年苏东坡 在面对鲜美的河豚的时候 是埋头大吃 突然他就丢掉筷子大喊一句 也值得一死 这冒死吃河豚的说法也就由此而来了 在河豚之乡 洋中 河豚的吃法有几百种 如今在当地还流行着喝一道河豚功夫茶 据说这茶有非常好的养生功效 来洋中吃河豚不能错过的就是河豚宴 河豚宴里的菜品种类很多 来洋中的人了解河豚 一般都是从品尝河豚宴开始的 而今天制作河豚宴的孔敬谱 推荐给我们的河豚宴 却是从喝河豚功夫茶开始 孔敬谱是当地河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他独创的河豚宴有一百多道菜品 但他的拿手绝活 却是这听起来新鲜的河豚功夫茶 这河豚功夫茶究竟是茶还是菜 你尝尝 好香啊 这个它不是看着这么简单的 它里面有好多好多东西 不是我们平常喝的那个茶叶 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 看这个 这个是河豚的肝 河豚的肝 极白的 你尝尝 葱龙菌 这个白色的 白色是河豚的肉 然后当然还少不了 茶叶 对对对 这道功夫茶其实就是一道河豚汤 但空庆谱说 这汤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其中的一味食材 小空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好像是乳白色的 很软 很滑的这个东西 应该它的 它的肝脏之类的吧 不是 这个叫 这个叫 河豚 雄性河豚的筋囊 我们阳中人都称它味道西式乳 这个呢没毒 但是味道特别鲜美 这个还能吃 非常好吃 也叫鱼白嘛 你看这个注意 但这个一定要注意 它这里的一个血管 毛细血管也叫清洗干净 因为河豚的血液水多的 你看这个已经清洗得非常干净了 与空庆谱讲 雄性河豚的筋囊 有改善和修复人的一道细胞的功能 血糖高的人 或者糖尿病患者 和这种河豚功夫茶 非常有好处 空庆谱说 河豚功夫茶 要达到最好的滋补效果 食材的选择很重要 河豚一定要选 长江流域特有的本江河豚 你看好多的鱼都过来吃吃了 我给你捞点小鱼 给你看看 哇 这么小 担心 担心 哇 看这个里面全部都是小的 被吓得鼓起来了 对对对 你看这个 它就会特别敏感 这种小鱼就会特别敏感 对 看它的鱼都下起来了 对对对 表示很害怕 还有一个 更小的呢 担心啊 它会咬啊 这么小就会咬人吗 对 看到它小归小 它很凶猛的 在水艇里面的话 一般的这个小鱼啊 它是要攻击它 要吃它的 你看这个河豚鱼这么小的牙齿啊 小心小心 没事 它的牙齿很尖很大 对 它的牙齿也就很厉害了 你看了 对吧 这个牙齿各部各部的 这种河豚鱼是什么品种啊 这就是我们长江里面特有的一种 叫暗闻东方豚 暗闻东方豚 对对 而且呢是长江里面只有两种河豚鱼 一种是暗闻东方豚鱼 一种是公斑东方豚 公斑东方豚鱼基本上现在绝种了 当地人称暗闻东方豚为本江河豚 它们是在阳中江域生活的河豚 据朱继坤说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阳中市开始人工养殖本江河豚 目的是恢复野生本江河豚的种群数量 每年到了三月 长江进步期开始前 孔庆埔就委托当地渔民 寻找上好的野生河豚 现在时刻使用的都是雅直河豚 但孔庆埔对口味有极致追求 一定要找野生河豚 为他独创的河豚涮锅 配偿最鲜美的河豚鱼肉 以前我们阳中这河豚真的很多 这一往下去那是几十条都有的 看来今天 老大看来今天运气不行 看看 它也有鱼镇的 如果说你这一镇鱼多多一下就很多 如果说碰不到鱼镇就可能一条也没有 其实是我说假鱼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说法叫十网都有九网空 一网就成功了 如果这一网能捞到鱼 那就咱们就成功了 这刀鱼两条 两条两条 可以这刀鱼也可以三条 这是刀鱼啊 这是刀鱼 这是正宗本江刀鱼 今天空庆埔并没有收获他期待的野生河豚 可是却意外地捕捞到了长江野生刀鱼 我觉得刀鱼长得好漂亮 这红花鱼 这个是那个 红花鱼 这是什么鱼啊 是叫红花鱼 刀鱼 河豚 石鱼 并称为长江三鲜 尽管没捕捞到河豚 渔民邓玉平还是觉得这趟没白来 但孔庆埔并不满意 他决定第二天再来捕捞野生河豚 第二天 我们跟随孔庆埔再去捕捞野生长江河豚 船开出去不久 渔民邓玉平就开始下网 好下网吧 看看今天的运气怎么样 老邓 慢一点 轻一点 今天不知道呢 可是和昨天一样 下的网里同样没有河豚 于是邓师傅说 到他早已树好的排网那里去碰碰运气 随着邓师傅把渔网一点一点的收起来 我们都很期待 看是否有野生长江河豚的踪影 现在打着演一个先锋部队 先锋部队 哎呦 那边有鱼 有河豚 河豚看到了吧 有有有有一条河豚 河豚 河豚挺大的 有有有有一条河豚 河豚你今天不错啊 哈哈哈 又鼓去了 什么 腔著你 的 那个 这个不小了吗 河豚涮锅 是孔庆浦力推的一道创新菜 制作这道菜讲究很多 每一次它都会铺上方筋 将河豚肉里多余的水分吸干 这样可以保证鱼的滑嫩度 河豚肉质极其鲜嫩 如何保证在口感上富有弹性 片肉的厚薄就是重要的因素 厚薄均匀才能保证鱼肉的口感 很薄很薄的是吧 你看就透过这个鱼肉能看到我后面这个手指 这个大的指纹 你看这是我手指的那个结 都能看到 刀工这是涮河豚的第一步 新鲜的食材配上精湛的刀工 再加上空心脯用河豚骨头特制的高汤 鲜美的河豚涮锅就准备好了 那这里有肉 有这个皮 河豚的肝脏 还有这个河豚雄性河豚的筋囊 都是美味 加一个河豚肉 放锅里面也就是三到四秒钟 锅里面三四下 一二三 熟了 OK熟了 然后蘸上酱汁 我们自己配的这个酱汁 你尝尝 味道怎么样 就是这个就是很清淡 很清淡 然后这个河豚的肉很又很细致 还很脆 是不是很脆 是我这几天来吃过就是最清淡的这个河豚肉 就是口感特别好 河豚涮锅是孔庆谱多年总结出来的 最能体现河豚鲜美的美食方法 以前大多煮或烧的方式 把河豚的鲜美融于摆味之中 而孔庆谱认为 河豚涮锅能够将河豚的药用价值发挥到极致 对于现代健康养生非常有好处 虽说我们现在食用养殖的河豚安全了很多 但是您品尝河豚美味的话 一定要记得要经过河豚厨师的安全处理才可以食用 前些年由于生态的破坏 野生河豚一度从长江里消失了 从2004年起 杨中市每年向长江里投放野生河豚等长江珍稀的鱼苗 大概有200万位 近两年在长江流域还发现了回游回来产卵的野生河豚 这也让我们可喜的发现河豚的数量在逐年的增加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汉后可爱的露川猪 为何又被当地人叫做五角猪 让露川猪赛跑和参加选美 这究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用绳子绑好的白切猪脚 风味独特的香脆土窑猪 这里面又有哪些制作秘方 明天同一时间进去收看 走遍中国爱重爱美的五角猪